鼻子认字 汪汪狗长大了 妈妈对它说 汪汪狗,你今天要上学了 妈妈,我早就想上学了 我一定好好学习 妈妈帮汪汪狗背上了书包 送汪汪狗上学去了 到了学校门口 妈妈再见 汪汪狗进了学校 走到教室里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和汪汪狗一起的 还有别的小朋友 开始上课了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 大,小,多少 老师说 大家跟我一起读 大,小,多,少 小朋友们说 大,小,多少 小,小,小,小朋友们大声读 汪汪狗和同学们一起 读得很认读 下课前 老师问小朋友们 你们都记住 你们都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齐声回答 记住了 第二天上课 老师要检查 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记住了 老师说 老师说 汪汪狗 你来读一下 这四个字吧 老师说完 指着黑板上的四个字 让他念 可是 汪汪狗站起来 歪着头 看了半天 一个字也读不出来 老师又叫别的小朋友读 一个小朋友站起来读 大,小,多,少 另一个小朋友站起来也读 大,小,多,少 同学们都认识 大,小,多,少,四个字 只有汪汪狗不知道 老师批评了汪汪狗 汪汪狗 上课一定要认真听 把学过的字记住了 汪汪狗使劲地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 汪汪狗很纳闷 我昨天也和大家一起读的 今天怎么就不会了呢 下次我一定要会读 又上课了 老师又来检查 可是汪汪狗看着黑板上的字 还是摇了摇头 有的同学说道 汪汪狗真笨 全班的同学都笑话他 汪汪狗很不好意思 他想了想 忽然对老师说 老师我记不住 能不能让我用鼻子 闻闻黑板上的字呀 同学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啊 用鼻子闻 可是老师没有责怪汪汪狗 反而高兴地说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都说狗的鼻子很灵 汪汪狗 你用鼻子试试吧 汪汪狗走到黑板跟前 把鼻子凑了上去 一个一个闻了一遍 一边闻一边念 大 小 多 少 这一回啊 汪汪狗终于点了点头 老师 我记住了 再也不会忘记了 咦 用鼻子认字 真好玩 我也用鼻子试试看 另一个小朋友说着 也把鼻子凑到了书上去 把大家都笑了 后来汪汪狗又知道了很多字 都是用鼻子认试的 你看 现在汪汪狗看书的时候 根本不用眼睛了 而是把鼻子凑到书上 在上面动来动去 可是 有一天 汪汪狗看书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字都不知道了 他哭着去找妈妈 妈妈 我今天怎么一个一次也不认识了 怎么办呀 汪汪狗 你今天不是感冒了吗 你的鼻子是不是很难受啊 是啊 妈妈 我好像闻不出什么味道来了 来吧 来吧 快来吃点药 等感冒好了 你就可以再看书学习了 妈妈说着 转身把药和开水拿过来 递给汪汪狗 汪汪狗把药吃了下去 不久啊 汪汪狗的感冒就好了 他又可以用鼻子看书 认字了 嫂子 入门 了 都ZZZZZZ 屏 愿 都 弄 region 21